粮食危机要来了吗 被网民直呼恶心的奇葩节俭行为您见过吗 习近平搞经济内循环大麻烦来了 如果您对这期节目的话题感兴趣 请点赞并订阅新加坡大纪元 跟踪时事热点报道事实真相 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淘宝网的微博账号淘宝吃货 8月12日发布一段视频 回收剩下的烤肉再上桌的行为 被顾客称赞为节约 网友直言太恶心 该视频名为可以退的烤肉 内容是宣传贵州省贵阳市一家烧烤店 吃多少算多少 吃不完也可以退 烤肉退回来经过二次的高温消毒 该店称这种做法没有问题 绝对没有问题的 并提到避免浪费的说法 该视频一经播出 引发网友一片骂声 有网友说 地沟油很快合法有市场了 地沟油要名正言顺了 大陆微博网友也纷纷表示反感 这一天年的新闻看得我都傻了 下馆子十个人点九人份的菜 回收烤肉再上桌 花钱买别人吃剩下的 不会吧 我还想当人呢 不浪费不就行了 现在怎么宣传上剩饭了 因为政治正确啊 大搞节约运动 8月11日 习近平称 要制止人民的餐饮浪费行为 随后中共开始宣传光盘行动 饭店N-1点餐等 并封杀一些吃播视频等 民间指 所谓的节约实际上是因为大陆出现粮食危机 有推特网友留言说 官场酒席浪费 制不住 有钱人几十万一顿饭也制不住 怎么办 那当然是让我们老百姓光盘行动了 烤肉剩下了都得回收 下位下毒再卖给你 这就是所谓的内循环了 学者张雪中对自由亚洲电视台表示 中共政府要求民众例行节约 反对浪费 本身就是一件滑稽的事 中国真正触目惊心的浪费 都发生在政府开支 而不是私人浪费 学者谭刚强表示 中共官方这种荒唐的政策都出来了 反映了内部的紧张 中共试图已回到自己自足的状态 来应付可能面对与国际脱钩 但这种做法相当于自杀 习近平搞经济内循环大麻烦来了 大麻烦之一是粮食危机逼近 8月13日 在粮食危机的问题上 中共媒体和官员仍然称粮食丰收 引发强烈质疑 大陆媒体的多个报道中可见 数个省份在最近两个多月以来 持续称本地下粮丰收 8月12日当天 中共应急管理部副部长 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在记者会上称 大水之年往往是丰收之年 事实上呢 中共自己打脸 8月12日 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公布数据 截至8月5日 中共全国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 4285.7万吨 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938.3万吨 降幅约18% 其中河南、安徽、江苏、河北、山东等地的小麦 收购量都减少三成左右 分别减少539万吨、222万吨、118万吨、94万吨和54万吨 据大陆民间传出的消息 今年的罕见大雨加上中共泄洪 大面积农田已被毁 北方天气干旱 再加上蝗灾和疫情肆虐 今年收成堪忧 甚至可能绝首 在习近平去吉林之前 中共各地政府开始要求 各地农民复耕荒地强制种粮 甚至要把鱼塘、果园毁掉 改种粮食 但是有农民表示 中共这种强制行为 既暴露了其掩盖粮食危机 也给农民带来巨大损失和压力 大麻烦之二是 经济内循环真的容易做到吗 首先过去几十年 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外资和出口 来拉动国内经济增长 中共当局提出所谓内循环的目标是 让中国大大降低对外国公司 外国技术和外国市场的依赖 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尤其是在企业不愿意扩张 和家庭正在缩减开支的情况下 其次 中共当局对国内民营企业的辅助不足 最后 中国民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 李克强今年5月曾说 中国仍有6亿人口 月收入仅1000元 因为疫情失业人口增多 外国投资纷纷撤出中国 比如苹果 失业的人就更多 中国今年第二季国内消费 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9% 您对粮食危机有什么看法呢 请留言和我们分享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了点击小铃铛 及时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哦